而在这个时候官员是竟然还公开说谎谢泽吗 来看海巡署副署长在昨天开记者会的时候可以说是自打嘴巴 关于开船时间就有两种说法 先避重就轻的说是在1点04分第一通报案电话之后就马上派遣 而之后才说正确的派船时间其实是1点45分 等于说是延误了45分钟 而最夸张的是这海巡署只把这次的事件列为一般案件 让家属怒斥官员根本是草菅人民 被广大新28号家属指控救援不力 海巡署副署长召开记者会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说救援的台南舰艇马上就出动了 真的是这样吗 那他今天是怎样 因为纯店有纯丸 他把责任撇得太太受胸 这个纯丹 这个公大姓那些纯丁救护的 你怎么派人出去 有跟那个洋众 他跟纯丁都跟这个纯丁跟他说嘛 因为我们不是张犯 纯丁都关心爱他 那你这个怎么办 因为我不要直接要纯丁 他们就是看哪些纯丁在那附近说 陆一还原真相 家属从12点59分第一通 就在等海巡告知舰艇出动 但直到1点39分的第三通 电话勤务中心都说还没出发 海巡署记者会上的 马上就派遣了 根本是在公然说谎 连发言的副署长王崇宜也自打嘴巴 台南舰在1点45分马上就出动 原来台南舰出动时间 是家属报案过后的45分钟 到了2点45分连国搜中心 都不愿意出动直升机 因为人已经回天法术 听起来的口感 就是你没有要赶快出去救人的意思 你就是要整个流程走完 怎样怎样怎样 他们才要出去 难怪家属会生气 还巡署何时派船救人 在同一场记者会就有两种说法 难道还有很多美公开的秘密吗 或是真如家属所指控是官僚杀人 中文新闻 林公介务卿 洋台北高雄 综合不老